面對疫情 許多國家 國家的防疫政策是逐漸在鬆綁 不過中國依舊是嚴格封控 民眾也是越來越不滿 而烏魯木齊市 民眾抗疫新冠病毒 防疫封鎖 造成許多人死亡的白紙運動 目前已經蔓延到中國許多大城市 除了北京 上海 內陸城市 包括四川 成都 還有這個湖北 武漢 都有民眾走上街頭抗疫 除了哀悼 烏魯木齊火災的死者 也痛批共產黨政府操監能力 上海的抗疫地點位於烏魯木齊中路周邊 到日七號晚間已經是連續第二天 從哀悼日前烏魯木齊火災死者的活動 演變為嚴重的緊密衝突 而就像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 以年輕人為主的抗疫群眾 朝著鎮暴警察高唱 讓中國國歌 義勇斌進行曲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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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一起 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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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辛辣的言辭也出現在首都北京 清華大學的學生在校園內集會 聲援烏魯木齊和上海的抗疫 抗疫場面從白天持續到夜晚 從校園內蔓延到市區各個角落 中國政府除了防堵火災與抗疫的 訊息流傳 引發民眾高舉白紙 抗疫 新聞封鎖 英國BBC記者Lawrence在上海採訪 抗疫活動時也遭到警方逮捕 拘留幾個小時 BBC在報導指出 中國當局顯然低估了抗疫群眾的能量 認為這不過是不滿現階段 嚴格的清零防疫管制 疫情爆發三年來 無論新增感染人數的增減如何 也不管病毒變異的感染特性 怎麼演化 中國政府堅持嚴格的清零封鎖 已經嚴重影響經濟活動 與民眾日常生活 也因此在二十大過後沒有多久 習近平抓緊權力的同時 民間已經出現 要求習近平和共產黨下台的呼聲 公視新聞 徐佳人編譯